紫瑜1月1日凌晨公布了她穿着古装、弹古针、穿越时空的思念的短片 便以韩文、日文、中文以及英文表达祝大家新年快乐 影片中扎着高马尾的紫瑜认真地弹着古针 据透露,这支影片是由陶静英母女协助完成 可知两家交情甚好 陶静英与身为twice铁粉的豆豆 也为错过twice今年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于年底赴日本参观了twice的演出 另外,紫瑜还公布了她练习古针时的照片 以及拍摄该影片的花絮 最后的搞怪场景也让粉丝爆笑 而目前,紫瑜弹奏古针的视频已经突破1000万的播放量 见证了气火爆的人气 紫瑜其实从小就学习古针 还曾在2012年中学时期参加音乐比赛 那时的她有着黑色长发 身穿红色传统服装 一举一动和如今一样非常优雅 可见紫瑜真的非常多才多艺 爱都含舍,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